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xtrend談賽馬的時間 明天是星期六的沙田十場日賽 一如既往介紹兩個場次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場次將會選擇第七場 這場近治騰運會是我的次選 為什麼會是次選呢? 首先不用說近治騰運上兩場其實贏得清脆 但是兩場的形勢都蠻遷的 前一場十二檔賣到來 那一天的場地是非常前領的 十二檔殺到來是很順利的贏 上一場是贏得更遠的 上一場是有一個比較慢的步速 提一段24秒63被控制步速回來 贏的對手都平平 因為算是慢步速末段還可以彈來對手 這當然是硬朗賽職 但是加了兩場分 上一場贏了加了九分 都是要繼續消化的 這場賽事雖然你說八檔不太差 但是情況有些少不同 就是三檔花月流星 沈娜奇是個傻大哥 不知道他會不會是狂隊 輪到近志騰雲要出少少力 才能夠埋到難度 還未頂 他未試過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近志騰雲 上兩場賽事都很順利地放到頭 今場花月流星是一隻 算是有前速的馬 近志騰雲是有少許危險的 如果被花月流星強硬頂一頂的話 所以我比較喜歡的Bot Win就是 上場已經跑得很好的輝煌星 輝煌星上場贏了那場田草千義 偉達當然是守個好位 但其實不是沒有危險 他守個好位輝煌星 立出來的時候 失去了一步半步半運 如果你看回那段影片 但是失去了少少平衡 都回來衝得贏 這場是表現不錯的 這場賽事我自己計算是不頑的 但是夜馬水準不頑之餘 夜馬加分只是那六分 今場面對近志騰雲的賠率比較懸殊 我覺得暫時兩倍6.7倍 都明白因為潘頓始終是 比較叫熱些偉達 差一點點和呃兒久蕩 但是我覺得 以這個賠率來說是值得Bot Win 輝煌星 所以這場的投注策略 會是扭歪一點點 我自己的投注會是 輝煌星80元Win 那就補回輝煌星近次 和40元Q和80元位置 就算了 其實主力是搏輝煌星Win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NATCHAN 按一按Subscribe 或者訂閱 去支持一下我 多謝你們 下集再見 拜拜